各位投資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粉絲中文貞 昨天加權指數沒有太大的變化 昨天晚上的美股 也是小幅度的震盪 看起來已經質穩了 但是我相信說 對於所有的投資人來講 這個時間點 信心都還不足 大家都還是會怕說 台股繼續破底 美股是不是還沒有跌完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就算是一大堆的股票 它都已經進入一個 非常非常便宜的價位 多數人還是不敢買 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說 大家不知道 台股最差可能會到哪裡去 但是如果說你心中 有一個最壞的狀況 你知道說台股 極限可能會跌到哪裡 這個時間點你一定敢去買 所以今天就是要告訴你說 台股最壞最壞的情況 它會跌到什麼樣的價位 包含台積電也是 因為台積電權重非常高 台積電跌 台股它一定也要跟著跌 所以今天會告訴你說 台積電跟加權指數 它最壞的情況 可能會到哪裡去 好那你去看 加權指數 其實在加權指數這一段 我們一直強調的邏輯就是說 加權指數它其實跟美國公債殖利率 它的連動性非常非常高 你去看 這是美國公債殖利率 這是加權指數 它幾乎是反向1比1的關係 這一段大約是6月份台股的下沙 剛好是反映美債殖利率的上漲 美債殖利率從6月跌到8月 往下回跌 剛剛好也是台股這一段的上漲 台股從8月一路又再跌到10月份 這一段的下跌 它就是在反映美債殖利率從8月份 一路漲到10月 那你去看這個位置 美債殖利率開始出現 比較急的往下修正 台股 它也出現強力的反彈 所以其實看這兩張圖 你會知道 台股跟美債殖利率 它就是1比1的反向關係 它的連動性非常非常高 甚至可以說是 所有商品跟台股連動性最高 因為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子的走勢 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 對於台積電來講 美國的公債 它就是比較對象 那美國公債跟台積電 誰的投資價值大 資金就會轉往誰 他們就是悄悄板 誰的投資價值大 資金就會轉過去 所以也是因為說 美國公債跟台積電 它是一個比較對象 所以會變成說 它會呈現反向關係 應該說 它跟台積電會呈現反向的走勢 那跟台積電呈現反向走勢 也等於 是跟加權指數呈現反向 好 你先了解到這一點之後 那你要知道 接著就是說 美債殖利率的天花板在哪裡 就像我們講的 如果說 美債殖利率跟台股 它是呈現1比1的反向關係 就代表說 美債殖利率的天花板 它也等於加權指數的地板 沒有錯嘛 好 那這個時間點其實說 美債殖利率極限 就差不多是4% 就像我們近期一直在強調 美債殖利率要到4%以上 其實難度很高 因為如果說 4%這個數字 幾乎是天花板 因為說如果說 美債殖利率 再繼續往4%上去飆漲的話 會出現什麼狀況 會出現說各國的銀行 台灣的銀行 甚至說瑞士信貸 美國的銀行 這些都是 它會出現很重大的金融危機 因為大家要知道 美債殖利率這個東西 它跟美國公債的價格 是反向關係 美債殖利率這樣一直往上大漲 也代表說 美國公債的價格 它是一直往下在破底 那也代表什麼 也代表說 一大堆的銀行 投資銀行 金控受險 它會出現未實現損益 它會出現未實現損失 它等於是說 它會有一筆 未實現的損失放在那邊 因為美國公債 它是被市場視為無風險的商品 那既然是無風險的商品 各大的金融機構 它會把很大量的部位 全部都放在美債 那一站說 美債 它價格一直跌一直跌 那對於這些金融機構來講 它就是會有一大筆 非常龐大的未實現虧損 那這個就很嚴重 整個金融體系的流動性 就會變很低 瑞士信貸 差不多也是這樣子的狀況 所以我這樣說 簡單給個結論 如果說美債殖利率 再繼續往4%以上下去 你說4%上下 4.01 4.02 這都合理 那如果說繼續往4%以上 去狂飆的話 可能說到4.5 說說5% 它會出現比通膨更嚴重的狀況 就是金融的風暴 因為如果美債殖利率繼續漲 對於很多受險機構 銀行體系 它會出現更巨大的虧損 所以等於是說 美債殖利率 只要再上去 它就會造成金融風暴 所以這個時間點 等於是聯準會 它要在兩者之間去抉擇 要嘛就強硬的去壓通膨 但是如果照這個方式下去 通膨下來了 結果出現金融風暴 這不會比較好 這也不是聯準會樂見的 所以一定是說 剛剛好就好 那剛剛好就好 差不多就是4% 美債殖利率就大約是4% 所以了解到這樣子的邏輯 你會知道 其實要再超過4%難度很高 因為就算是說 看到明年極限的 美國聯邦基準利率 其實4% 4.多% 也差不多已經反應重組 好大家先知道這個邏輯 美債殖利率它的極限 差不多就是4% 因為再繼續上去 它會造成整個金融的風暴 這不會比通膨好 所以聯準會也不會希望 再繼續往上飆 那既然是4%的話 這個位置是極限 那也代表說 台股這個時間點 它是一個相對的低點 但是其實說 美債殖利率4% 台股它目前的台股 不算是完全反應 那如果說完全反應 後會怎麼樣 就是說最壞的狀況 如果說最壞的狀況 美債殖利率持續卡在4% 不會往下掉 它會出現什麼樣的問題 台股可能會下修到哪裡 那在我的Light裡面 大家可以先加入 我的Light 直接掃描加入 或直接搜尋ID WE178 WE178 裡面會有更完整的圖文解析 會告訴你說台股最差會到哪裡 裡面的邏輯是怎麼樣 記得先加入 好那我們回到剛剛的重點 就是說大家先知道幾個重點 美債殖利率跟台股的走勢 是反向1比1 再來美債殖利率的天花板 就是4%上下 好那這個時候你要去想 如果說美債殖利率持續在4% 台股它會到哪裡去 因為這個時間點台股 不算是完全反應 那這個時候就要回到台積電 就像我們講的 台積電跟美債 它是悄悄板 誰而投資價值大 國際資金就會轉過去 那你去看 就像我們講的 如果說最壞最壞的狀況 就是說台股 這個時間點最壞的狀況是 就稱美債殖利率 撐在4%不下來 如果說一直撐在4%不下來的話 台積電 它就要跌到350元 才能夠去跟美債殖利率去抗衡 因為就像我們講的 既然是大型的資金庭靠站 要看這個位置 看它的殖利率 那以目前來看 即配期2.75 接下來是一年 大約是12元 以12元來算的話 350元左右的台積電 它的殖利率就是3.5%左右 那就像我們在強調 3.5%的殖利率 因為台積電是趨勢成長股 所以給它個0.5%的資本利得合理 所以當台積電股價到了350元 它的預估值利率 大概會3.5% 3.5%再加個資本利得 差不多就是4% 等於是說 當台積電到了350元 它的整體的報酬率大概是4% 那剛剛好就可以去跟 美國公債去做抗衡 所以這也是一個極限值 只要當台積電 最壞最壞的狀況發生 可能就是跌到350 那如果說跌到350 資金就很難再回流到美國的公債 因為他們投資價值會剛剛好 等於是說這個時間點 最壞最壞的狀況 就是美債殖利率 撐在4%不下來 那如果說撐在4%不下來 台積電它就會掉到350元 它兩者的天平才會取得平衡 這就是最壞的狀況 好那其實你去看 最壞最壞的狀況 也不過就是台積電跌到350元 那如果說台積電跌到350元 對於指數會有多大的影響 這裡 你去看 台積電下跌1元 大約是等於加權指數 8點多點左右 所以台積電下修到350元 等於是還要再跌個50元吧 台積電 台積電再跌個50元 換算成指數 大約就是420點 所以其實最壞最壞的狀況 頂多加權指數 就是在多跌個400到500點左右 所以這裡 台積最壞的狀況 12500點到12600點 就是如果美國公債殖利率 撐在4%上下 它就不下來 我們就預設這個最壞的狀況 但是最壞的狀況 發生的機率也不高 就是說它發生的機率非常低 好 但是先預設出來 最壞的狀況卡在4% 這個時候台股可能會再下修 400到500點左右 也就是可能會來到12600點到12500點 這之間 那你去想 12600點跟12500點 距離現在 不過也就是大約是500點的距離 500點的距離 在現在這樣子的行情 很多吧 500點的距離 可能說本週一 一天就跌掉了600點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行情 它極限的下修空間 不過就是400到500點 這是幾乎是不大的跌幅 所以用這樣的邏輯你會知道 這個時間點 它就是整個第四季的相對低點 因為台股最壞最壞的狀況 如果出來 就算說發生的機率不高 但是我們先預設進去 如果說真的出來 頂多就是再多跌個400到500點 但是以現在這種波動程度來講 400到500點 不過就是小差一跌 所以你去看 這個位置最壞就大約是350 350指數就是12600點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它就是相對於第四季 一個非常低的位階 一個非常低的位階 國際資金開始回流 遍第四鑽石 第四季現在就是相對的低點 就是說它其實 把整個最壞的狀況 你把它考量進去 那你會知道 你心裡有個底 心裡有個底 會知道說台股最壞的狀況 可能會到哪裡去 那你有了最壞的打算 你自然就不會這麼擔心說 台股可能會跌到哪裡去 繼續破底 這個時間點就可以放手去買股票 因為其實現在盤面上 真的說一大堆 抄跌又抄跌的股票 非常便宜的股票 只是說整個市場信心不足 所以也不太敢去做低階 但是當你了解到台股最壞的狀況 你一定敢在這個時間點 進場去撿便宜 所以總結來講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邏輯關係 如果說聽不懂沒有關係 可以加入我的Lite 小老鼠WE178 或直接掃描QR Code 加入我的Lite 裡面會有更完整的圖文解析 會告訴你說完整的邏輯是怎麼樣 那總之重點就記住幾個結論 美國公債跟台股的走勢 是1比1的反向關係 美國公債支利率 在短期內 基本上4%就是天花板 那如果說4%是天花板 台積電要充分反應的話 頂多頂多就是跌到350元 那如果說跌到350元 對於加權指數來講 頂多就是跌到12,500點 到12,600點 距離現在不過也就是400到500點而已 這幾乎是沒有太大的向下空間 所以以第四季的角度來看 這個時間點它就是一個相對便宜的價 相對低的位階 那很多的股票就會陸續開始補漲上來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我們你了解這樣的邏輯 你會知道這個時間點 對於整個第四季來講 它是相對低的位階 那如果說手上有任何的持股 不知道該怎麼去做轉換 該不該留 該不該加碼 也歡迎直接來電 或直接視訊我的light 利用這幾天 大盤還在震盪足底 盡速幫你去做處理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 市場信心不足 是因為未知嘛 恐懼來自於未知 那你聽我這樣講完 你心裡有個底 知道台股最壞的狀況是怎麼樣 是不是信心都回來了 這個時間點對於第四季來講 就是一個相對的底部 相對的低點 因為說你只要知道說 最壞可能會怎麼樣 其實你現在盤面上望過去 很多的股票根本連 仔細去計算什麼都不用 就一眼看過去 它就是超跌 很明顯就是超跌 它這個時間點就是一個 很好的佈局時間點 所以總之結論就是台股 最壞的狀況 可能就是美債殖利率 卡在4%下不來 它就是一直撐在4%上下 那一直撐在4%上下 台積電如果說充分反應的話 就大概是掉到350元 掉到350元 對於加權指數來講 頂多就是再多跌個400到500點 12500到12600 那多跌個400到500點 對於現在這種行情消差一點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 它就是一個相對的底部 所以就是把握這樣的機會 那提前去佈局很多的 低位階的股票 所以你去看台積電 台積電我們的邏輯還是一樣 買法就是450元以下小買 400以下可以開始大買 如果真的跌破350元以下 這就是全力去買 這就是一個中長線的買點 那其他中小型股更不用講了 這是以整個台股 跟台積電的大方向來看 那如果是以中小型股來講 盤面上就一大堆機會 那可能說最大的機會 它會落在 美國晶片法案這件事 因為就像我講的 美國晶片法案 它很明顯 市場恐慌的情緒 遠遠大於實質的影響 美國晶片法案影響的 大概有三大族群 第一個是台積電 第二個是半導體設備 第二個是IPC制裁 但是昨天我們講過了 其實實質影響都不大 那另外 受惠股 當然就是我們之前提過的記憶體 尤其是南亞科跟群聯 你去看喔 其實在本週一的指數大跌600點 這對於南亞科跟群聯來講 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南亞科在昨天大漲6%以上來到了53元 8299的群聯 昨天來到了316元 大漲了9% 本週一就是一個非常漂亮的買點 買完之後316大漲9% 買完之後昨天大漲了6% 那這比較偏向是短線操作 那南亞科跟群聯 它其實應該說整個記憶體 整個記憶體族群在今年 非常的爛 就是說整個記憶體 它不論說報價還是供需情況 它應該算是 可以算是說在今年所有產業 最差的一群 我們在年初有講過 因為記憶體它的供需情況 非常的不好 今年的終端需求下滑 那明年 在去年又背貨背太多 導致說報價就是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 甚至比面板都還要慘 好那也是因為說美國晶片法案出來 那它可以很大幅度的降低供給面這一塊 所以它的報價短線上就會直穩 那最直接實質的受惠者 就是南亞科跟群聯 你去看 因為如果說以滴瑞來講 以滴瑞來講 長新儲存跟韓國的海力士 它是兩大受到美國晶片法案影響的公司 那剛剛好長新跟海力士 它就是南亞科最主要的競爭對手 那當然轉單就是下給南亞科 因為他們共同的客戶重疊度高 直接下過去 那你去看 如果 如果 因為這件這個消息是本週一才出來的 那 如果說在本週 本週二 如果說本週二指數沒有跌600點 我敢保證 南亞科絕對不會有這樣子的買點 它可能在本週二一開盤 就直接跳空上去 就說死了 因為這件事其實對於 已經疲落這麼久的記憶體來講 算是 一線曙光啦 終於看到曙光的感覺 那隔了這麼久 終於有一點的利多 市場一定去搶 所以其實這就是 我一直在強調 很多的機會 它都是建立在 部分的利空上面 或是說在下跌上面 沒有下跌 它一定也不會有新的機會 所以你看 也是因為有本週二的大跌600點 它才會有一個這麼漂亮的買點 否則昨天這根6% 它應該是要放在星期二的位置 所以南亞科昨天大漲6% 包含群電也是 如果沒有本週二的下跌 大盤的下跌 昨天這一根9% 它應該是要放在本週二的位置 而且它應該不會開低 就直接衝上去 想買都買不到 也是因為有指數的大跌 才有這麼漂亮的買點 昨天大漲9% 那群電也是 群電它主要是吃Netflash 那Netflash主要就是 長江儲存它現有是128成 那長江儲存在今年底 本來是要跨到232 但是剛剛好 美國禁令下來 把232擋掉 等於是說長江儲存這個時間點 它在今年花了非常多的資本支出 要跨到下一個門檻 結果美國晶片法出來 剛好讓它跨不過去被擋住 那最大的受惠者當然就是 客戶群比較多落在歐美地區的群聯 所以群聯跟南亞科 它就是這次晶片法最實質的受惠股票 但是還是要強調一下 整個記憶體族群算是說短線的操作 因為說它整個趨勢還是不好 頂多只是短線上受惠一些轉單 報價的質問可以去做短線操作 但是中長線來講會有更好的選擇 所以像群聯 群聯跟南亞科 就是說一個實機踩 那短線上就先去賺一趟 再來 IP的部分 我們就是去等一個更便宜的買點 不論說市新還是說創意 或說整個IP 特別強調一次 在上週我們該出清的都出清了 這次的下跌 我們手上是沒有任何一張的市新 所以這個時間點就是等著去撿便宜 包含市新包含像是創意 還有力旺啦 力旺金星科金利科這些都是 因為就像我們在昨天有特別提過 以整個IP系制裁來講 大家早就已經有前車之鑑 市新在去年為什麼跌這麼慘 它就是因為太大的客戶比重 放在天津飛騰 結果天津飛騰稍微出事情 就直接6到7根跌停板就下去了 也是因為這件事 所以不論說市新創意力旺 金星科金利科 這些IP股 他們早就已經把多數的客戶比重 挪到歐美地區 所以其實這次的晶片法案 有影響 但是影響沒有說中到 會讓這些股票連續2到3根跌停板 這個時間點就是去撿便宜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創意 市新 或是說其他的IP 還有一些半導體設備 我們就是等賣壓結束之後 進場去撿便宜 重點是這個時間點 以第四季來講 它是台股相對的低點 因為極限頂多就是再疊個400到500點 這個時間點就是很好的買點 所以把握這樣的機會 國際資金開始回流 遍地是鑽石 贏在第四季的起跑點 就從現在開始 如果說手上有任何持固 不知道怎麼處理 也都歡迎直接來電 要利用這樣的機會撿便宜 也直接來電 或視訊我的Light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祝福各位操作順利 謝謝各位 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